RTW尤里帝国战绩第二部 阿悉尼大帝第二十三集 第四次阿尼兰防守反击战 阿兰尼防线位数的赫伦尼乌斯军团 其实向来都不 是帝国最强大的部队 1400余人的军团中 大多都是辅助部队 其中不乏两队160人的城镇民兵 和240名农民协防队 以赫伦尼乌斯本人的卫队为首的骑兵中队 三支罗马骑兵队 两队雇雍攻骑 一支雇雍枪骑兵成了骑袭的中间力量 能实现真正与主要敌人 埃及枪兵阵线对抗的 仅有一支建制不满的精锐青年军 半边雇雍步兵 以及两队雇雍掌枪兵 因面对支敌的特殊性 在帝国其他地区战场 完全不被重视的辅助步兵 成了终结对手战车卫队和骑兵的秘密武器 第四次阿兰尼防御战 此番对敌也不例外 当埃及将领密菲雷特的第六兵团 向着守军阵线挺进的时候 人数上占据对决优势的赫伦尼乌斯 赶忙命令城镇民兵和农民退守城镇广场 接下来更将几方队伍分为三面 青年军和雇雍长枪兵 以方形阵型向前吸引敌方主力 攻骑兵先行一步 以盘绕阵型对敌军左翼发动扰袭 总督本人则带领骑兵中队 紧随前沿阵侧后方 随时准备发动骑袭 而在骑兵之后 便是为敌人骑兵和战车队准备的惊喜 五支辅助步兵 赫伦尼乌斯的部署相当严密 一切也都在按照基定计划展开 但当双方碰撞之后 变故发生了 眼前之敌要比他预想的厉害得多 似乎是在本兜沿线战场上保经战阵 敌方士兵无论在攻击和防御方面都尤为出色 直到后来 赫伦尼乌斯才知道 虽然这支强悍的敌军兵团 没有名将统领 但其原本的统帅 竟然只属于 此前跟随第七兵团前来的埃及东部方面军 最高长官已战死 战局一度失控 在前沿阵线奋力对敌之时 由于阵线过短 敌人两翼兵马竟然如同雄鹰抱持一般 将守军三道阵线包抄起二 被阻隔出来的辅助步兵 根本不堪一击 迅速伤亡过半 好在赫伦尼乌斯发现疾时 迅速命令其余两队 被敌方骑兵追赶的攻起退守城镇广场 接下来 身处敌从中的赫伦尼乌斯 渐渐镇定下来 前沿兵线尚可继续支撑 为了扭转败局 赫伦尼总督立刻选择骑兵 严右侧全力冲阵 一番激战 虽然损失惨重 所幸敌军右翼已然被冲击的溃不成军 赫伦尼乌斯不甘迟疑 绕过敌人已经折断的右翼 向着正与前沿兵线势军力敌的敌方长枪兵 进行俯冲 原本坚固的埃及中军 顿时土工瓦解 只有左翼在主将的护卫下仍然坚固 摇见老谋深算的狄将卫队 一直徘徊在左翼雄兵保护之中 赫伦尼乌斯灵机一动 迅速命令守下一 二阵线士兵立刻呈厌尺状冲锋 杨座进行反合围 任谁也没有注意到 将士兵安排妥当的总督卫队并没有动 而是一直在盯着敌方主将的重骑兵卫队走向 眼见着对手放弃优势 涅飞雷特狂喜不已 正要率队撕裂对手步兵阵线之时 却冷不防望见突然杀出的赫伦尼乌斯将军卫队 涅飞雷特心中已经奈何为时已晚 帝国骑兵冲杀过处 狄将早已和他的部下 一道倒在了烟尘之中 一番有军无险的熬战之后 阿兰尼守军伤亡396人 歼敌997人 致使埃及东部方面军最精锐的第六兵团 彻底土工瓦解 完胜赫伦尼乌斯 里希尼亚努斯正职者大战结束之后 赫伦尼总督立刻整边补充兵员 经过与埃及东部方面军四次对抗 42岁的赫伦尼乌斯 里希尼亚努斯背受阿西尼大帝青睐 正式跻身帝国四大名将行列 后世史书中更是将其成为称为 帝国东北边陲最坚固的壁垒 传奇英雄赛古都斯 萨尔维斯的丰庸之战 在东线防守的同时 巴尔干南部的进攻也在如火如荼 在连续两次交锋之后 塞古都斯 萨尔维斯元帅一路高高猛进 布鲁图斯家族将领阿西尼乌斯 波提图斯则是节节败退 最终和沿途收拢的残兵五十四人 一起退守塞萨洛尼卡城 环绕四步 城池周围也仅存由将领塞维乌斯统领的一支小队 217人可用 在一次一分为二的布鲁图斯家族北部两城 塞萨洛尼卡百战停分 别被帝国传奇将领塞古都斯和科尼流斯包围 形势岌岌可危 接下来塞古都斯率领所部 进行了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歼灭战 塞萨洛尼卡之战 传奇英雄的丰戎之战苟延残喘的敌人 已然不值一提 塞古都斯将军和他的卫队大战中落 阿西尼乌斯 波提图斯战死 狄将塞维乌斯隐藏兵22人落荒而逃 不知所踪 其与守军禁鼠被歼灭 此意大声 接下来 大军兵临仅有30人驻守的塞萨洛尼卡 在那里 原本趾高气昂 隔空指挥着整个布鲁图斯南线战士的 布鲁图斯家族统帅马赛拉斯 战狐早已心灰意冷 孤立无援的敌方统帅 更做好了与诚实共存亡的准备 仇敌见面 塞古都斯自然会满足他的愿望 天台的将领往往总在不断创造着奇迹 即便是迟暮之年 塞古都斯 萨尔维斯仍然老当一壮 再次创造出了为后人敬仰的著名战场 57岁的传奇英雄塞古都斯 萨尔维斯因其在巴尔干战争中卓越功绩 被封为首刃色雷斯王 与其一同并肩作战的四位将军 也被授予帝国汉勇上将军衔 朗图路斯 鲁里亚努斯盖乌斯 失控的愤怒者卢卡 加利奥纳姆里乌斯 马迈卡斯希腊半岛 布鲁图斯家族覆灭战争的开始 经过了长达25年的激烈角逐 西比阿家族覆灭的第16个年头 原本与帝国势均利敌的布鲁图斯家族 终于迎来了尤禁登窟的时刻 原本坐拥20余座复数城市的强大家族派系 此刻仅剩希腊地区三座城池 此时此刻 塞古都斯 萨尔维斯和盖勒里乌斯 吉达纷纷卸下了攻城掠地的重任 选择在最后占领的行省中 以养天年 而帝国新生代将军 却仍旧奔走于覆灭敌人的道路上 布鲁图斯于不仍在 荡平他们的艰巨任务 落在了两位即将冉冉升起的将星身上 本集完登场人物 按出场次序赫伦尼乌斯 米西尼亚努斯 涅菲雷特 埃及塞古都 斯 萨尔维斯 塞维乌斯 量产 布鲁图斯 阿西尼乌斯 波提图斯 布鲁图斯 家族 马赛拉斯 战虎 朗图路斯 琉里亚努斯 盖乌斯 失控的愤怒者 卢卡 加利奥纳 莫里乌 斯 马麦卡斯 盖乌斯 吉达